除了加强监管以外 法律专家还表示 所谓的直播刷量行为 已经触及了相关法律 应该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 而未来要根除此类现象 还需要进一步加大立法 提高犯罪的成本 法律专家表示 涉及数据造假的刷量行为 其实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 涉嫌虚假宣传 在我国网络交易管理办法 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 都有明确规定 网络交易管理办法指出 不得通过虚构交易 或者删除不利评价等形式 为自己或者他人提升商业信誉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也明确规定 经营者不得对商品的性能 功能质量 尤其是相受状况 用户评价等做出虚假 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来欺骗或误导消费者 如果说违反了的话 那将会受到相应的这种行政处罚 一般来讲的话 像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 是可以处20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那情节严重的是处 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还可以调教营业执照 那经营者如果说在这个 还发布了西洋广告的话 还要按照广告法的相关规定 来进行处罚 另外法律专家也表示 除了行政处罚 根据具体案例 刷量行为还有可能涉及 非法经营罪 专家建议参与刷量的各方 在法律层面 都应该有明确的处罚规定 那包括说这个网络迎来 包括说那些刷男的刷手 那包括说甚至专门来 做这个给提供 相应技术支持的那些技术人员 那这些的话 其实都应当在未来的立法当中 给予明确的这种界定 和相应的这种处理 就比如说五年之内 还几年之内 不论你再进入市场了等等 这样的话可能说 再提高一些威慑的一方面 做一些工作